早安 又來到逆境治牆的時間 以前還在讀書的時候 學校經常都會說 每一年都要做到某一個中數的服務 可能就會叫我們去一些慈善探訪 可能慢下期 但是長大了 我們就有很多藉口 給自己說要忙 又要上班 我們就把慈善的責任推卸給別人 甚至我們會覺得 這個社會其實由其他人 都可以幫我們做到這個責任 我們就不用做了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跟大家講一個新的方式 就是其實動手指都可以做到慈善 立即請出我們的嘉賓 就是奇蹟社的創辦人Alex出來 Hello 你好 多謝你的邀請Gigi 不用客氣 那你先介紹一下自己 好啊 大家好 我叫Alex Little Flags 剛剛推出了兩個月多些 其實我自己本身的過去 就沒有從事過社福界的任何事項 從來都沒有 不過一路自己都是做生意 去到過去這兩年 我想大家都見到很多不開心的事 無論是疫情也好 過去在香港社會發生過的任何事情也好 我覺得作為一個香港人可以做一些事情 都是決定會留在香港那種人 既然在這裏 不如利用自己的能力 利用自己的過去的經驗 嘗試去做一些事情 去希望幫助到香港自己的家 這樣 我知道其實你以前從事的事 其實是完全和社福界是沒有關係的 不如你多說一些你以前的背景 為甚麼會由以前做的事 無緣無故會有一個念頭 是想回饋回這個社會 其實當中轉變的轉變是怎樣的 又不敢說回饋 都是想出一分力 都好像剛剛說 很多不開心的事 就算自己家裡都見到 過去這兩年因為疫情 家人出少了街 老人家突然老了很多 感覺到身邊的朋友都好像 有些迷失 有些人離開 有些當然很多都不開心 會不會可以有些事做呢 我過去做的事都是生意為主 都是初創的企業 做初創就需要很多創意 上一個可能大家會有留意到的 就是2012年我做了一個音樂串流的生意 當時到處都有很多歌詞廣告 那件事 2017年我們賣了 從2017年開始 我就開始在想 其實我應該再做些什麼呢 其實我都迷失了一段時間 去到2019年 2020年頭 正如剛剛說 因為有很多不開心的事 激發了我去想 如果我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可以幫到很多人 其實應該這樣說 如果我可以鼓勵很多人 去幫很多人 那便很棒 其實是從一個這樣的年頭開始 我覺得你剛剛說的一句話 是我挺深刻的 就是說很需要創意的這個世界 所以我覺得你這個方法 去做一個日行一線 是非常之有趣的 可不可以講一講 你這個APP是怎樣去運作 即是怎樣去從動手指 就可以幫到更多的人呢 你可以幻想我們這個APP 它就好像Kickstarter 不過是一個慈善版的Kickstarter 即任何人都可以放一些project 放一些項目上去這個平台 然後就眾籌 那我這個APP 就是一個社交 再加高分別 兩樣東西 這樣合成一件事 那如果我 譬如我也是訂閱了 做其中一個用戶 那其實是不是我都可以在上面 開一個project 我都需要眾籌 那這樣 就是如果要在上面 開一個project 做一個類似眾籌的活動 其實應該有些什麼 條件和過程 任何一個人 或者任何一個慈善機構 都可以在我們的平台上註冊 那當然 如果它要開始一個眾籌的項目 其實它一定要做一個盡職調查 我們會需要它遞交一系列的文件 去做一些證明 那因為我們都要符合香港金融管理局 或者銀行體系的一系列的條例 這件事也是其中一樣 我們用了很久的時間去深究 才開到銀行戶口去做這件事 所以回答你的問題就是 任何一個人 有心的人 任何一個慈善機構 都可以在我們那裡進行任何的動作 包括眾籌的項目 不過要做盡職調查 我也想追問一下 因為在這個平台上 可能鼓勵更多人去做一些行一線 或者可能令大家 可以集中大家的關注度 對某些社會的議題 你覺得這個平台背後的理念 又可以怎樣去推動到 社會本身的風氣呢? 可能現在很多人會覺得 人家做了我就不用做了 其實你這個平台背後的理念 又可以怎樣去繼續深化下去呢? 其實我們想做的事 就是令到做好事普及化 做好事是很大的 不一定只是捐錢的 不是我給錢你 就等於做好事 就是多些關心別人 多些去幫助別人 少些說些無謂的事 其實都是一些做好事的基本 我們這個平台 希望令到做好事是一件 人人都覺得OK 正常 這個平台引辱出來的東西 就是正能量到最後 希望 因為現在你看回大部分的社交平台 你都會看到的東西是甚麼呢? 很多人說些幾好不好聽的東西 但當有一個人說 第二個又會說 第三個又會說 如次類推 那你同一個道理 放在我們的平台 有一個人說一些好事 第二個人又說多些好事 第三個人 如次類推 我希望可以引用到多些正能量 我都覺得人云逆云的力量是可以很大的 但力量大之餘 可能那個趨勢或熱潮很快就會冷卻 就好像幾年前有一個 就是Ice Bucket Challenge 其實過了那一段時間之後 很多類似這些 campaign 可能就是那一段時間 卸完之後又沒有了 那你覺得你這個平台 可以怎樣去令到做善事的熱潮 繼續繼續下去呢? Ice Bucket Challenge 當日是很厲害的 但是 那麼厲害的反應 不是經常會有的 其實Ice Bucket Challenge 發生了之後 都沒有任何一個人或機構 試過做到類似的反應出來 所以我不是覺得我會做到 我從來沒有這麼想 我只是希望把Ice Bucket Challenge 這件事普及化 我覺得人人都可以這樣做 因為有Ice Bucket Challenge 這一個這樣的形式 你就可以嘗試去令到 事不關己、己不勞心 這件事慢慢被打破 我知道其實你之後 好像未來都有一些大的計劃 或者可能有一些想法 我都可以分享一下 可以呀可以呀 我們其實都密謀了很久 我們現在有一個APP APP裡面 我們會有一個新的項目 會推出 我們把它稱之為一個NGO Directory 即一個NGO目錄 這個目錄的存在價值是什麼呢? 就是可以讓任何一個參與的NGO 在我們這個平台裡 隨時隨地都可以賣虛擬的旗仔 那就籌款了 而同時間我們是一元都不收的 所以就希望他們 因為過去這兩年都很多NGO水深火焰 尤其是那些小型 希望可以通過我們的平台 找到多少都得多少 我想我也要代表這些NGO 多謝一下你 因為這個平台真的可以提供到一個機會 給他們去接觸更多的人 還有令到香港的人 會更加知道微公益這件事 對於香港來說是多麼重要 所以今天就很多謝你的分享 其實日行一線真是很重要 真的從小到大 爸爸媽媽都跟我們說 我們要全好心做好事 大家就會好心有好報 今天我們就知道有一個新的平台 可以讓我們做到微公益 下星期我們就繼續和大家介紹 更多不同的東西 在疫情之下大家都要繼續加油